老公 老公 老婆 你回来吧 检查结合真的没事啊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放心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王志杰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刚确诊不是 你怎么又吸上了 你是不得费 你还不罢休还是怎么的 臭 你就臭吧你 原本是一场庆祷 却弄得这么个结果 这就是一根香烟印发的战争 家庭战争 我们接下来看看 王志杰该如何收场吧 医生不是尽 我们 invite 徐郑 王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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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我一定晚宴戒了 我还能信你吗 能啊 我保证我向你发誓 我这一次我一定晚宴戒了 你看行不行 我还能信你吗 能啊 我保证我向你发誓 我这一次我一定晚宴戒了 你看行不行 老婆 我都跟你承认错误了 我改不行吗 看着我的眼睛 我还能相信你吗 能啊 拿来 拿什么 拿出来 拿什么 快点 你干嘛呀你 帮你戒烟呐 没烟我看你怎么抽 我不是说明天开始戒吗 还有两个小时就明天了 不还有俩小时吗 你好歹让我抽最后一根好吗 不行 那留一包在家里放这会儿 招待客人总可以了吧 行 我叔叔还有几个人 老婆 老婆 我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啊 那你说这人能一口吃个胖子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说戒烟吧 咱们能不能分步骤 分阶段 慢慢的我不就 把烟戒了吗 那你再说说怎么个分步骤法 一开始我可不可以 一天只抽三到四根 再往后呢 我可以抽一到两根 再后来慢慢的我不就把烟戒了吗 嗯 那万一你从每天三到四根 然后四到五根 最后 那不白费力气吗 你以前就这样 那我这不是自己 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吗 老婆 我能不能申请爬上来啊 没这个可能 我慢慢爬不行吗 不行 和戒烟的人讨论戒烟的科学方法 只能增加戒烟的难度 在他动摇的时候 你就简单明确地 反复地告诉他吸烟的恶果 否则像王志坚这样的 戒烟第一夜就如此难受 咱们还能坚持得住